同学好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场期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的证明 我们谈到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 就是这个 这个算式 那这个算式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证明得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里面的相关的资料 DI指的是等级差 就是Difference 它是RI减掉SI 这是对应的 R是什么 是X的部分的等级 由1到N之间 S也是一样 Y的等级 那么我们利用了这个等级的这个相关 就可以算出等级的相关系数 那么从哪里着手起呢 我们从这里开始 来我们现在先看 RI的总和 RI是什么呢 RI是1到N之间的所有的数字 如果前面加了一个Sigma 那么就是1加的2加3加4一直加到N 那么根据T形公式或者是等差级数 我们都知道它是2分之N乘上N加E 而这个SI其实状况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来看它的总和 我们这个地方Sigma 为了就是说在写的时候比较不会占空间 所以我们这边I等于1到N 我们一律都省略 让各位同学看的会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用到的是平方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准备 RI的平方 RI的平方是 1的平方加2的平方 一直加加到哪里 加到N的平方 那么各位同学都知道 这个是平方和的总和 它的公式 这个可以证明的 这个证明 无论用归纳法 或者是用直接证明 都可以证得出来 N N加E 2N加E 这是RI的平方 那么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SI的平方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以后 把这两个资料摆着 然后等一下就准备用到了什么呢 这个DI是RI减掉SI 来我们写 因为DI是等于RI减掉SI 那么我们用到了什么 我们用到了平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平方 平方 我们把平方的都写在一起好了 减掉两倍的RISI 现在我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组合起来 就是加一个Sigma 那同学看看 加一个Sigma 这是公式里面的内容 好 假设我们加了一个Sigma 那么这边Sigma 这边也Sigma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是一样的 两个一样的 我们加起来 就乘上两倍 我们这边就只剩下三了 三分之N N加E 2N加E 好 那再来呢 减掉两倍 减掉两倍的 这个是Sigma DI平方 这个地方来说 DI平方的话呢 是 我们全部加起来以后 这个地方是两倍的 RISI 好 那现在准备备备用的是什么 备用的是这个 这个 R I S 会等于 现在因为这个地方又有个两倍 我们要全部乘上一个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算一下 又回到了六倍 减掉 二分之一 Sigma DI平方 这个部分 请同学记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用 好 现在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来算 相关系数 这个地方是等级的 等级的跟非等级的 其实写法也没什么两样 上面是SXY 下面是SXX 这个我们前面都有证明过 现在我们把它展开来 来 我们这边展开来的话呢 这边是N乘上 Sigma 我们现在是两个相乘了 XY了 现在我们就用RI SI 是不是用到了 这边用到了 减掉 这是相乘的 RI SI 这是相乘的部分 分母呢 分母是XX 跟这个状况一样 但是要开平方根 这边写几一点 这边写的是N Sigma 这边是RI的部分 平方 减掉 没有平方的 这一部分 就是X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 是Y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边 写的是 SI的平方 减掉 SI 整体的平方 那么 我为什么写的这么挤呢 事实上 这个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来 同学看前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可以把这个 开根号 拿掉 就直接写其中一个就好了 来 我们把它写出来 现在我们把前面 这个是 在这个算式里面 乘上一个N倍 所以我们这边是 六分之 N平方 N加E 2N加E 为什么N平方呢 因为乘上一个N 这边的话要多一个N 这边多一个N 好 再减掉 二分之N 这边也有一个N 我们把它乘下去 Sigma DI平方 减掉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写的是 二分之N N加E 整体的 刮弧的平方 下面这个 我们其实就直接 去掉根号 也去掉后面一个 那么就直接写 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这边是 六分之 N平方 N加E 2N加E 减掉 这个后面一样 好 我们看起来 这个算是很复杂 其实还好 怎么说呢 这个底下 跟上面这个 有一模一样的内容 来 我们做一个整理 同学就看得清楚了 好 我们看这边 六分之N平方 N加E 2N加E 这边是减掉 二分之N N加E 整体的平方 上面 上面这一部分 我把这个 把它丢到最后面 2N加E 这边是减掉 一模一样的 那注意的是 后面在减掉什么呢 减掉 二分之N SIGMA DI的平方 好 我们看这边 这个是一个 大瓜糊 这是一个 大瓜糊 这是一个 大瓜糊 我们来想 这怎么 怎么写呢 分成了两部分 分成了一个前段 一个后段 前段 就是一了 后段呢 很干净的 这是二分之N SIGMA DI平方 下面是 这个底下的 这底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 通分 通分了以后 这边是 12 这边是6 这边平方了以后 变4 所以我们通分以后 底下是12 12就是 2N平方 N加1 2N加1 后面这4的话 要补上一个3 所以是减掉 3N平方 N加1 整体来说 也要平方 好 我们算到这个地方来说 应该 越来越明朗了 这边是6 2跟12消掉会6 6再移上去 这边有一个N 底下全部都可以消掉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1减掉 6SIGMA DI的平方 这边就是N N加1 我们提出了一个N N加1提出来 这个NN消掉了 所以这边我们剩下的 所以这边我们剩下的是 前面剩下 4N加2 后面还剩下 3N减3 来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这剩下的是N 这边是减1 所以这两个又可以把它并在一起 我们把它写成 简单一点 这是6SIGMA DI平方 这边是N N平方减1 所以我们证明了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 Spearman的等级相关系数的证明 所以我们证明了